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美这边的大年初一 所以呢 Frank在这里首先要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新春快乐 龙年大吉 为了让大家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春节 这期的视频内容呢 也做了一些调整 前段时间大家知道 我们一直在说南宋的历史 说到秦桧或者是赵构 他们怎么杀死岳飞 这些情节听起来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狠毒 前两期播出以后 已经有的朋友反应 说都快被我说抑郁了 所以本着人道主义原则 咱们这期的内容 也确实应该调整一下 不能再讲那些给大家添堵的内容了 当然了 南宋的历史也不能就此打住 咱们跨过这期以后 接着讲 我这里呢 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给那些听着觉得郁闷的朋友 就是下下期的节目 您可以选择在中午收看 因为早晚会读 那么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新年仪史万象更新 古人云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有些朋友肯定觉得 这几句话听着晦涩难懂 我用最简单的方法 给大家解释一下 所谓太极生两仪 什么叫两仪呢 两仪不过就是阴阳正负 或者说男女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所以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 凡是有男有女的地方 就会有八卦 今天呢 我们就来八卦一下 男女之间的事情 此次八卦的男主角是 狄人杰 而女主则是更著名的 武则天 他们也正是最近刚刚播出的 大唐狄公案中的主要角色 熟悉我这个频道的观众朋友 肯定知道这个频道最早就是以讲书 古装历史剧的实态背景开始的 到后来呢才是慢慢的脱离开历史剧 比较自由的选题了 这倒不是因为我看不上历史剧 而是真正的历史剧在这几年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大家也知道那些古装剧也都变成了仙侠剧 两个人一言不合就都废出去了 剧中的情节不光跟历史没关系 甚至跟人类关系都不大了 所以啊没办法只能是他演他的我说我的 不过最近呢我看了几集的大唐狄公案 倒是发现里面还是有不少的历史元素 可以跟大家聊聊 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回到我们最初出发的地方 来聊一下这部剧的历史背景 特别要说一下敌人节与武则天到底是什么关系 咱们先来说说这部剧发生的时间 从剧中的情节我们可以推测出这部剧发生的历史时间很可能是在唐高宗礼制的显庆年间 在剧中武则天已经被封为了皇后 而长孙太尉依然在位 剧中的长孙太尉就是历史上的长孙无忌 唐高宗礼制的国舅当时可谓是全清一世 长孙无忌是在显庆四年的时候被贬出京城 然后他就再也没回来 所以这部剧发生的时间一定是在武则天封后之后 长孙无忌被撤职之前 那也就是显庆一年到显庆四年 剧中呢还有一位人物 就是在剧的一开始就被剿诏毒杀的那名大臣叫陈楚良 陈楚良实际上就是历史上的楚隋良 历史上的楚隋良去世的时间是在公元六五八年 由此我们基本也就可以确定 这部剧发生的具体时间就是在公元六百五十八年的显庆三年 那么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背景 最主要的历史背景其实就是我们在剧中看到的 武则天与长孙无忌的权力斗争 在剧中多次提及武则天那段时间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重新修订姓氏录 以取代真观是足智 那么重修姓氏录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就是要将武家的武姓摆在姓氏录的第一位吗 还有在几年之前唐高宗李治废了王皇后 而决议立武昌仪为后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仅仅就是因为武昌仪是那场公斗中的胜利者吗 或者仅仅就是因为唐高宗李治对武昌仪的宠爱吗 如果我们真的这么想的话 那恐怕就把这些政治人物想的太简单了 姓氏录也好 费王皇后也好 那都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下的一步大棋 针对的都是长孙吴继 以及长孙吴继所代表的关隆贵族的势力 关隆集团 以前我们讲过 那可是一个掌握着北周隋唐三大帝国命运的一个怪物集团 可以说在那段历史时间 是铁打的关隆集团流水的皇帝 关隆集团经常把他们集团内部的人聚拢在一起 玩一个叫击鼓传花的游戏 当鼓声骤停的时候 花传到谁的手里 谁就做皇帝 杨坚登基以后 很快意识到了关隆贵族对皇权的威胁和制度 所以他就要想办法收拢皇权 首先他是取消了九品中正制 废除了八祝国事而代之以三省六部制 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削弱 关隆集团的势力 但关隆集团当时的势力还是非常大 他们虽然默认了杨坚的这些举措 但是他们仍然死死的抓住了很重要的一点 紧紧不放 这点就是太子杨勇 杨勇的大本营一直是在关中 而关中就是关隆贵族的中心 所以在关隆集团眼里看来 杨勇是杨坚最合适的接班人 也必将成为关隆集团的最佳代言人 而这或许也正是杨勇最终被废的原因 杨坚后来立当时的晋王杨广为太子 杨广大家知道 他的势力范围基本上是在江南 他得到的是江南士族的支持 杨坚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希望将皇权从关隆贵族的手中剥离出来 杨广继位以后 继续着这个剥离的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杨广长期居住在江都 他并不是留恋江南的美色 他不愿意回关中 因为那并不是他的地盘 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杨广会开办科举制 因为他要选拔自己的天子门生 而不是以前那些门阀士族的子侄们 所以他要兴建东都洛阳 那是他想将统治中心向东移 尽早脱离关中的影响 所以他要开凿大运河贯通南北 那是希望加强南北的交流 让更多的南方世子 能够进入他们的官僚系统 这无疑就是在给关隆集团 控制的官场内部掺沙子 直到有一天 能把关隆集团的人变成沙子 所以关隆集团对杨广极度的不满 所以才在杨广东征高丽的时候 后方爆发了杨玄感和李密的叛乱 杨玄感是杨素的儿子 杨素是关鲁集团的头面人物 当时跟着杨玄感李密造反的 很多都是关鲁集团的子弟 用力过猛的隋杨帝 没有熬过这连番的打击 隋朝的灭亡 其实并不是亡于什么隋末农民起义 而是亡于关鲁集团的重新选择 这次他们将花传到了唐王李渊的手里 这就有了后来大唐王朝的诞生 有了杨广的前车之鉴 新任的关鲁集团代言人李渊 不得不小心谨慎维持着目前的局面 他想求稳 但有些人不愿意 在剿灭各路异军的过程中 一种新的势力发展壮大起来 这就是关东士族集团 相比于关鲁集团人员的出身高贵 关东士族集团的高贵 则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 而且此时他们也有了他们自己的领袖 那就是秦王李世民 于是玄武门之变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他实际上是关东士族集团 对关鲁集团一次决战 最后李世民赢了 关东集团赢了 但这场决战的胜利 并不足以彻底的清除关鲁集团的影响 他不过是为那些关东集团们 争得了一个生存权 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 那么那些跟随李世民的关东将领们 一个一个都会被慢慢清除的 为了稳定 登基以后的李世民 也只能维持关鲁贵族 关东集团 以及李唐宗室之间微妙的平衡 李世民很快感觉到了 当年杨坚与杨广曾经感受过的压力 所以他也很想做一些改变 让他的皇权变得更加舒展一些 所以他让人重新修订士族制 所谓的士族制 实际上就是一种官方的蜕蝶 把各个地方有名望的世家大族 都写入这个蜕蝶之内 能够进入蜕蝶的家族 也自然就会享有一些政治经济上的特权 以前进入蜕蝶的全部都是世家大族 李世民想重修蜕蝶 就是想打破以前门阀士族对蜕蝶的 垄断地位 但很可惜 他的这一尝试失败了 负责修订士族制的高士连 最后成交给李世民的士族制中 列在第一位的 竟然是当时的一位皇门侍郎 他能够名列第一 仅仅就是因为他姓崔 清和崔氏的崔 在当时清和崔氏是山东四大家 清和崔氏泛阳卢氏 行阳正是太原王氏之首 李世民很生气 但也很无奈 或许此时时机尚未成熟 他只有默默地积蓄力量 让那些寒门势力和关东集团 逐渐地强大起来 逐渐地开始抵消关鲁集团的影响 感觉到威胁逐渐临近的关隆集团 也不会就此坐以待毙 他们又将他们的堵住 压在了下一位君王身上 那就是后来的高宗李治 在关隆集团的作用之下 李治被推上了太子的宝座 临终之际 李世民将李治托付给了当时的大臣楚隋良 他的大舅哥长孙吴继 以及军界的代表人物李继 而且他还对李治说 说你真的要感谢你的舅舅 你的太子之位 是你的舅舅帮你争取下来的 说这话的时候 李世民当然知道 长孙吴继是当时关隆集团的领袖 他将大唐王朝的未来 他的太子交给长孙吴继的时候 他的心情一定是复杂的 其中包含着很多的不甘 很多的担忧 不知道这句话的闲脉之音 年轻的李治是否能够听到 登基后的李治有两个选择 要么他选择躺平 可以舒舒服服的做一轮富贵天子 要么选择抗争 这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防疫爱毛反案 长孙吴继借此案清除异己 当高宗李治哭着向长孙吴继请求 不要杀他的书王京王李元景 和他的弟弟李克的时候 长孙吴继没有同意 而此时满朝文武大臣鸦雀无声 此时的李治一定深刻的意识到了 他的皇权其实并不是至高无上的 在至高无上之上还有他的舅舅 所以李治知道 躺平可能就意味着永远站不起来了 所以他决定搏一把 他选择的突破点 就是长孙吴继控制的最薄弱的部位 他的后宫 这也就是为什么李治一定要废了王皇后 因为王皇后的背景是太原王室 王皇后的母族又是出自于河东柳氏 河东柳氏就是在关中 王皇后实际上是关隆集团在后宫的代言人 李治废王皇后并不仅仅是因为宠爱五妹娘 废了王皇后给五妹娘藏位置 李治是一代帝王而且是被后世严重低估的帝王 如果仅仅是因为宠爱五妹娘的话 他大可不必处长孙吴继的这个眉头 他废后之举有着更深的政治上的考量 很明显当年年轻的李治听懂了他父亲临死之前的弦外之音 在决定是否废后的时候 李治将楚隋梁与长孙吴继叫入了宫中 征询他们的意见 当时的五朝仪就躲在帷幕之后 楚隋梁首先表示不同意 他说王皇后是先皇太宗皇帝指定的 不能轻易废后 但李治仍然坚持要废后 情急之下楚隋梁鼓足了 不知道从哪来的 或许是梁静如带给他的勇气 对高宗李治说 大家都知道五朝仪以前是先皇的妃子 李如果立他为后将被天下人耻笑 楚隋梁也知道 他这番话一定是戳中李治的软肋 他当时也是豁出去了 他摘下头罐 叩头如捣蒜的说 臣自知犯了武力之罪 就让臣死在这里吧 高宗大怒命人将楚隋梁脱了出去 此时在帷幕后偷听的五朝仪 此时的他已经变成了一然一报 只要有一点火星 他就敢把自己炸了 他愤怒的说何不扑杀此聊 此次的那时密谈 也使得关隆集团彻底的站在了 以李治武则天为代表的皇权的对立面 而当李治将废后的想法征询 当时军界的头面人物李济的时候 李济的回答则是 这是陛下的家事 陛下不必征求别人的意见 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 将李济这位军界的领袖 列为脱姑大臣的良苦用心 在剧中我们看到 楚隋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毒死了 但在历史上 楚隋梁是被贬出了京城 然后又连贬几次 一次比一次贬得远 最后是被贬到了爱州 就是现在的越南青迈 在那里楚隋梁病逝 几十年以后已经做了大洲皇帝的武则天 在他的民终之际 特意叮嘱要为楚隋梁一家平反 被封为皇后的武则天 此后就成了李治手中 一把次向官隆贵族最锋利的兵人 武则天下令重修普蝶 以新的姓氏录取代以前的贞官士族制 规定凡无品以上的官员 他的家族都可以进入姓氏录 这样那些依附于皇权的新贵们 就堂而皇之的成了这个帝国新的主人 而以前的武姓期望的那些世家大族们 如果他们的后代没有被授予无品以上官职的话 那么不管他们曾经有多高的威望 都将被从这个蝴蝶中除名 所以姓氏录实际上是针对官隆集团的 一场权力上的大洗牌 并不是武则天依靠高宗皇帝的宠爱 而想将自己家族的武姓列为第一 那么简单 三年以后 长孙无忌也被贬出了京城 并最终自意而亡 官隆集团的势力由此一决不振 当年杨坚杨广 以及太宗李世民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最后竟让李治和武则天这小两口完成了 这部剧除了案件真集以外 还展现了当时唐朝的风土人情 剧中的服装道具 以及对人的称谓 还都是颇符合事实的 但是呢 也还是有些瑕疵 在剧中呢 大家看到 敌人节经常在晚上出入于闹市 当时虽然天已经黑了 但街上仍然是人流无知 后来敌人节去了蓬莱县 蓬莱县也是一样 晚上还是灯火辉煌的 这点呢 就不大符合事实 在唐朝特别是初唐时代 还是严格的执行宵禁制度 而且这种宵禁制度是全国性的 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实行宵禁制度的 这点呢 并不为怪 为什么实行宵禁制度呢 首先 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讲究的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晚上吃完晚饭就早早的休息 为第二天的劳作储备足够的能量 如果你实在睡不着想运动运动的话 那你就造小孩吧 人丁兴旺在当时不管是对国家 还是对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啊 从政府方面考虑 也鼓励老百姓早点休息 再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安全 古代不像现在这样 有路灯 有各种的防盗设施 古代那个门一两脚也就踹开了 所以如果天黑了以后 街上还有很多行人的话 你都不知道这些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所以干脆就实行宵禁 然后派士兵或者打羹的在街上巡视 如果你这事还在街上的话 那先抓起来审审再说 在唐朝一年中只有上元节是解除宵禁 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 所以这也难怪 在长安十二时事内部剧中 大家看到的是上元节的晚上 街上仍然是热闹非凡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愿意走上街头呢 很简单那就是都憋坏了 在唐朝是在一更三分的时候就开始敲鼓 提醒大家要开始宵禁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一更指的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 大家知道长安是分为108房 也有说是110房 每个房四周都用高墙围起来 宵禁以后 如果你再上街的话 那肯定会被金五位抓住 按唐律书律 宵禁以后仍然在街上行走 经受五十大碗 最名的是范印 谁让你白天不懂夜的黑的 那么这么早就不让出门了 晚上睡不着觉干什么呢 唐朝诗人李白给了我们答案 说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其实即使你走出家门 你也做不了什么 因为月落乌迪霜满天 江峰雨火 对抽眠 到了唐朝的中晚期 宵禁制度就没有像以前执行的那么严厉了 慢慢的还有了夜市 但宵禁制度真的完全解除 那还是在宋朝时期的事情 所以宋朝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叼车 香满路 才会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如果是放在唐朝初年的话 相爱的人约会在黄昏之后 那肯定是约好了一起挨揍 那么宋朝为什么能够痛快的解除宵禁制度呢 首先宋朝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首位 宋朝时期税收收入的70%都是来自于商业税 农业税占比很小 所以也就没有必要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了 大家晚上都出来做生意 出来消费 政府的税收更加多 所以自然也就得到政府的支持 晚上这么多人上街 街上自然是灯火辉煌 也就不用担心出现很多的治安问题 宋朝的统治者那时候恐怕已经知道 什么叫做按市场规律办事 而不是靠行政命令强行的压制 遗憾的是进入明清以后 宵禁制度又被恢复了 在北京的前门有一个地方叫大石烂 北京人都这么叫 按字面讲的应该叫大炸篮 这个大炸篮就是当时清朝的时候 做宵禁使用的 即使是到了现在 地球上的有些地方还是实行宵禁制度的 这倒不是说法律不允许 主要是老百姓自己心甘情愿的把自己销禁起来 比如说我现在生活的加拿大温哥华 到了夜间 街上的软困和卡优梯肯定比人多 软困就是浣熊 卡优梯就是蛟狼 在晚上的街道小巷内 经常看到他们是结版而行 仔细看的话 他们的前转上还带着个红公 如果看到路上有行人 他们会上去拦截 问你怎么出来了 回家去 不知道小巾吗 在这部剧中呢 我们还看到这样一个情节 就是敌人节的随从乔太 顺手从街上买了一份底报来看 底报呢 在唐朝时期已经有了 不过呢 在那时候还没有 最早的底报是在开元年间 也就是唐玄族时期 这时候还是唐高宗时期 差着很远的 所谓的底报呢 实际上是最早的官方报纸 上面主要说的呢 是官面上的事情 读者呢 主要是分布于四方的藩镇官员 他们需要了解中央政府的一举一动 特别是皇帝干什么 还有一些官员的任免情况 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底报通常是这样的 头版上是圣人指的是李隆基 圣人亲切慰问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第二版圣人主持召开什么什么会议 发表什么什么重要讲话 反正各个版面的主要内容都是以圣人为主 即使是夹缝也不放过 夹缝中的文章写到 圣人是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的 真正的报纸最发达的时期 还是在北宋末年 南宋时期达到了最高峰 那时候不仅有官方的底报 还有民间的小报 民间的小报还有一个大家更为熟悉的名字 叫新闻 小报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所以记述的内容自然是包罗万象 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自然也是两有不齐 上面记载的真的假的都有 哗众取宠的更是不少 如果你在某一天的小报上 看到了这样的标题 说宋徽宗召集又钻地道了 又钻到李诗诗的闺房了 李诗诗还给他包橙子吃 那这事别人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床下还有一个人叫周邦彦 他也是李诗诗的情人 据说当时周邦彦非常的痛苦 他还写了一首词记录自己的心境 是这样说的 我宁愿在车底 不愿意在车里 跟大家开个玩笑 李诗诗跟宋徽宗的事情 以前我们讲过 李诗诗比宋徽宗大二十岁 两人不大可能有什么男女之情 周邦彦当然没有写什么车底车里的事 他倒是真写了一首词 很适合当时的情景 如果当时真有那样的情景的话 这首词是这样说的 冰刀如水 无颜胜雪 先手破新城 锦雾出温 受烟不断 相对做调生 其中提到了冰刀 冰州在北宋年间盛产刀具 算是当时的名牌产品 冰州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山西泰原 巧得很 我们今天八卦的男女主角 也都是冰州人 狄仁杰是冰州人 武则天也是 所以他们两个人是同乡 狄仁杰的姓是狄 大家恐怕很快就会想到遗狄的狄 但实际上狄姓最早是出于姬姓 是西周时期的周城王将他的同母帝封到了狄城 后来以城为姓 就有了狄姓那么狄仁杰的先祖 是不是也是出自于姬姓的 狄家的人肯定是这样说的 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这样 还真的很难说 狄这个姓氏到了西汉以后 在文献中就再也寻不到踪迹了 从东汉到三国两进南北朝 一直到了十六国时期 在史书文献中才又出现了狄这个姓氏 而十六国时期 大家也知道 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 很多的少数民族都与汉族混聚 狄仁杰的爷爷叫狄孝旭 狄孝旭的爷爷叫狄战 狄战的墓制名已经被发现 证明狄战是狄伯之的儿子 而狄伯之在十六国时期 曾经担任过东腔校尉 东腔校尉这个职位 在当时几乎百分之百是由腔人担任 而且卫书中记载的几乎所有的姓狄的人 都是羌人 所以很多学者推测 狄仁杰的祖先就是羌人 最早是生活在陕西 后来移居到了山西太原 就是冰州 在那里发展成了太原敌势 所以很有可能狄仁杰是高度汉化的羌人 但这丝毫不会影响狄仁杰作为一代名相的光芒 狄仁杰确实如剧中所说 是通过明经考试进入官场的 明经和进士是当时唐朝两个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 明经相对来说比较好考一些 进士非常难考 所以有句话说叫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 就是说你三十岁的时候考上明经 已经算是很晚了 而五十岁考上进士 还算是年轻的 可见进士考试之难 历史上我们讲过另外还有一个人物也是通过明经入士 就是裴行俭 裴行俭与狄仁杰有一个相似之处 就是他们都是官二代 所以或许明经科是官二代进入官场的一条捷径 狄仁杰大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做官 而且大部分是做与法律有关的工作 他在仕途上的第一个职位是在汴州担任判佐 因为政绩出色 受到了当时河南到处席时 闫立本的大力推荐 闫立本对狄仁杰的评价非常高 说他是沧海遗珠 这也就是沧海遗珠这句成语的出处 和狄仁杰有关的成语还有两个 一个呢是称赞狄仁杰明的 说狄公之贤 北斗之难 一人而已 这就是成语 斗难一人的出处 还有一句成语呢 大家就更加熟悉了 那是狄仁杰做宰相期间 因为深得武则天的信任 所以狄仁杰能够举荐很多的人进入朝廷 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了一代名臣 包括张剑之 姚崇 史敬辉 还言范等人 当时就有人对狄仁杰说 说天下逃离 戏出宫门矣 狄仁杰回答 举贤为国 非为私也 这就是逃离满天下 这句成语的出处 顺便说一句 刚才我们提到的储随良 也有一个成语与他有关 唐太宗时期 储随良负责修史 同时也要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 有一天李世民问他 说你记得的这些东西 我能不能看看 储随良说不行 我没听说过皇帝有这样的权限 李世民又问 那如果我违犯了八戎八尺 这些事你真的会记下来吗 储随良说 我会的 再以后李世民就对别人说 说储随良耿亮 有学术 结成亲于阵 若飞鸟一人 自家怜爱 这就是飞鸟一人 或者说小鸟一人 这句成语的出处 最早说的并不是女孩子 而是像储随良这样的大老爷们 那么狄仁杰是不是真的一名神探呢 狄仁杰确实做了很多 与法律有关的工作 但大部分集中在审理案件 比如说在他做变州判佐以后 被任命为变州的法曹 法曹这个职位呢 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法院加检察院的职责 再后来因为工作出色 他又被提拔为大理寺城 在担任大理寺城期间 他曾经在一年内处理了一万七千多起案件 无疑元素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说明了狄仁杰对法律条文非常的熟悉 而且他有很强的逻辑分析能力 狄仁杰曾经被两次败相 第一次败相以后没多久 就被莱俊臣之流陷害 险些丢了姓名 被贬处做了一个小县令 几年以后重新回到了长安 再一次败相 从那以后就得到了武则天 无以复加的信任 而他再回到长安 被恢复宰相职位 那已经是四年以后 那时候狄仁杰已经是六十七岁 狄仁杰是在公元七零四年去世的 他死在了刃上 从公元六百九十七到公元七百零四 这七年时间是狄仁杰与武则天 在一起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段 是他们二人之间关系的最黄金的一段时间 当然也是最后的一段时间 武则天执政的时间很长 在他手下担任宰相的人 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唯一能够赢得武则天全面信任 只有狄仁杰一人 武则天与狄仁杰之间 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君臣关系 他们二人经常在深夜彻夜促期常谈 武则天不叫狄仁杰的名字 也不叫他的官职 只称呼他为国老 武则天授予狄仁杰一项特权 就是在朝堂之上不必下拜行礼 他说每件功拜 正义心痛 而且武则天还免除了狄仁杰 在晚上要值班的意义 同时他还告诉下面的官员们 没事不要打扰国老 让他好好休息 那么他们二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是很多人喜闻乐见的那种男女关系呢 怎么可能呢 刚才说了 敌人节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地方工作 他真正稳定的工作在武则天身边的时候 他已经67岁 武则天73岁 虽然武则天身体保养的很好 而且他还有着那方面的需求 但他完全可以找张氏兄弟这样的人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武则天需要的不是这些工具 而是一个知己 一个朋友 虽然贵为帝王 但武则天他也是个女人 他脆弱的时候也需要找人倾诉 找人依靠 而敌人节正是这样的人 敌人节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帅哥 即使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 那时候的敌人节也算是一位相貌英俊的美然工 大家知道唐朝选拔官员有四个标准 叫身 严 书 判 身指的就是长相 身材 最好是身材高大相貌英俊 这样的人看着正气又有官威 要是长得跟车祸现场似的 即使考得再好 恐怕也很难做官 但这些都是年轻时的敌人节 现在的敌人节已经老了 对于他来说 此时最重要的是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 武则天与敌人节之间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合作 更是一种心灵之间的交流 在变换不定的证据中 他们彼此扶持互相鼓励 彼此都坚定的相信 对方会坚定的站在自己的这一边 当武则天需要一个坚强臂膀的时候 敌人节就在他的身边 不管敌人节说出什么样的话 哪怕与武则天的意见相左 武则天都毫不怀疑敌人节的忠诚 这不仅仅是一种对帝王的忠诚 更是一种对朋友的忠诚 这也就难怪 当敌人节去世以后 武则天望着满朝的文物 从心底里发出了那四个字 朝堂空矣 当看着下面的群臣面临抉择 伪决不定的时候 又不禁发出这样的常态 天夺我国老 何太早也 而敌人节呢 他对武则天真是那么忠心 有人说敌人节是赴唐党 他最忠疑的是礼唐王室 所以他才在武则天 在选四的问题上 伪决不定的时候 反复劝说武则天要立此不立之 而且敌人节向武则天举荐的那些人 比如说张俭之 还言范 后来都是神龙政变的发动者 神龙政变最后导致了武则天下台 所以有人可能会说 敌人节并不忠诚于武则天 他还是礼唐的臣子 包括清朝的乾隆皇帝 对敌人节也是大加辩斥 他说敌人节是为人臣而是二姓者界 说敌人节贪生怕死 说真正的忠臣应该是像徐敬业那样的 敌人节真的是不忠于武则天吗 神龙政变发生的时候 敌人节已经去世五年了 在这五年里 武则天也确实老了 做了很多他以前不会做的事情 比如说过度的宠心二章 使得二章的势力越来越大 这些事情都不是敌人节所能够预料到的 所以张简之他们发动神龙政变 与敌人节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人们只看到了敌人节力图赴唐的表面 但忽略了他内心中另外的一份坚持 敌人节是长期在地方工作的 他目睹了太多的民间机苦 在他的心中永远有着那么一份 多体恤一份苍生的粗心 而赴唐正是让苍生免于战火 免于生灵涂炭的一种最佳的方式 谁又能否认政权的平稳安宁的交接 是对社会破坏力最小的一种方式 所以赴唐只是形式 敌人节最关心的还是天下苍生 所以要说敌人节最忠于谁 他最忠于的并不是礼堂 也不是武则天 而是天下的苍生 毕竟天下并非一家一姓之天下 乃是天下人之天下 从这个角度来说 敌人节即便不是一名神探 他也是一位神人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